高维周深四人定制 并与隐约一起填词 简单的底色 慢三的华尔兹节奏 简单普通的几个和弦 哀而不伤的歌词 朴素的吉他板奏 犹豫的唱腔 透着些许的青春小浪漫 这是周深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 一首适合在深夜 闭着眼睛慢慢地听 体会少年独有的 点点忧愁的一首歌 大家好 我叫周深 来自贵州贵阳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 这首歌就是周深第一张专辑 深得深中的一首歌 蓝色降落伞 夜深人静 独自一人静静地听着 仿佛置身于上个世界的小镇 街道两旁的大树 粗糙茂盛盛 大街小巷的砖瓦灰旅斑驳 小小石桥下的小桥 徐徐流淌 楼道里的老奶奶 摇着普扇 顽皮打闹的孩童四处奔跑着 而我乘着蓝色降落伞 飘到这里 周深的声音 在小街的角落缓缓飘出 讲述着某一天的故事 周深把降落伞的蓝色点亮 却亮而不要 淡淡的忧郁却不哀伤 悠悠然的旋律 蕴含着淡然而涓涌的情感 悄无声息中陷落 那不可救药的 未复心慈的青春 一把吉他 一首民谣 仿佛就是八九十年代的大学 纯粹而美好 我蓝色的降落伞 在天空里那么孤单 飘向翻涌的人海 望着我被掩埋 有些忧郁 孤单 淡淡的伤感 唱的是人 倒出的是心事 吉他引入 吉他扳周 周深独特的声音 缓缓地飘出 唇齿间的咬字 清晰精准 犹如在你耳边 呢喃细语 一下子就把人 深深地抓住 拉入场景之中 周深好像 完全懂得高的需求 歌词和歌声 好似天然而成 把它虚虚实实的 高式歌词 唱得一样的虚实相间 错落有致 收放自由有度的气息 营造了一个哀而不伤的场景 正如汪峰那句话 周深的声音 让人觉得世上 无论多少苦难 都能变得美好 蓝色角落伞的灵感 来源于电影 孔雀 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社会剧烈转型期 张静初所扮演的女主角 骑着自行车 撑着蓝色降落伞 放飞自我的片段 是这首歌的歌名由来 青色的少年 总有许多为父心词 强说愁 再上楼再上楼的忧郁 谁的青春 不曾失落 彷徨和忧郁过 朱子清说的 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都没有 这不就是 留在岁月里 那么孤单吗 固然嘈杂 当然热闹 可都与你无关 这就是孤独 那个青色的男孩 在岁月里那么孤独 听着周深轻盈优越的嗓音 这不正是周深自己吗 年少的深深 也曾孤单 也曾委屈受难 现在的她 被更多人认识 更多生命支持 她不再孤单 固然跳下老秋千 忽明忽暗的走远